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让人有通体舒畅的感觉 受不了高温的气候 又不想待在冷气房 到苏澳套冷泉吧 一样的地下水源丰沛 孕育了水水的蓝洋平原 苏澳地区丰沛的雨量 更使得雨水渗入地下后 储存在节里发达的板岩裂缝中 苏澳冷泉为第一齐全 因中年恒温22度的泉水 让不少游客在炎热的夏天 都会来到苏澳冷泉 苏澳冷泉外设有大型停车场 让民众方便停车更放心玩乐 来到宜兰玩同玩 也一定要来到苏澳泡冷泉 才不需此行哦 冷泉内的大纵池 让全家大小及亲朋好友 都可以尽兴的玩耍 公园内也设有个人汤屋 不止冷泉还有温泉 让你一次可以享受到冷热三温暖 此等井水经送往卫生机构验化 结果不寒生 且可贵之处在于水质纯净 矿物质含料适中 其内所含碳酸氢钠钙铁等 如适当饮用对人体有益无害 并可供沐浴之用 全世界唯一就只有四澳冷泉 可以喝也可以泡 全台湾有很多好争冷泉的 但是实在真正的冷泉 就是有气泡式的 那以前我们喝的那个汽水 或是现在最流行的淡珠汽水 那种气泡 这人好像泡在 浸泡在那个汽水当中的那种味道 那种感觉在夏天来讲 是最好的一个消暑的方法 也是节能减碳的一个最佳气粗 缩冷泉的气泡冷泉 正是台湾弹珠汽水的起源 利用得天独厚的冷泉 制造出日本人称为的内母那汽水 行销海内外 配合雪碎手印 凡事前来输澳冷泉泡 个人贪污的民众 每一贪污就免费赠送一瓶 冷泉气泡淡珠汽水 来用至最清凉 所有冷泉公园 主席新闻 吴世伟 舒三璇采访报道